欢迎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的是 往生论柱的什么门 我们现在在观察 观察什么 依报庄严 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 依报跟正报庄严 那我们现在正在依报 我们依报有17种庄严 正报有8个 菩萨有4个 加起来就是29种庄严 那我们有一句话 脱皮依正显我自性 就是说靠着佛菩萨的依报正报的庄严 为了就是显我这个本具的佛性 我这个心性 我们学佛什么目的 就一个目的 开显我跟佛一模一样的佛心 那你这个你就放光了 你就放光 你这一辈子只要你能够安住在你的心性 你就成功 而且你一定会往生 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这句话 然后我们这句话呢 我们也会讲 脱比名号 脱比名号 显我自性 也是一样的 就是靠阿弥陀佛这一句万德鸿鸣 也是要开显我的自性 不管是念佛还是观想佛 都是在开显我们的自性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重点 那我们今天也会一直来学习 什么是我们这个心性 那我们今天呢会观察两个庄严 第一个呢叫做妙色庄严 第六是妙色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五个 五个观察了五个庄严 今天是第六个 第七个 所以今天是讲妙色 其实它就是它那里的金光 金光闪闪 然后呢再来就是 那里的宝物呢你摸了以后会怎么样 触就是你摸 摸就是触嘛 就是我们的身体触摸到那些宝物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你是什么感觉 所以佛要告诉我们 你摸到那里的宝物 那里的宝物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它是软的 我们这里的宝物还是硬邦邦的 那里是软的 然后呢所以很神奇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样的 因为你越观察西方极乐世界啊 你会越有信心 它是在你心里头 你常常的可以脱臂一阵 前我自信 就每天都活在净土当中 如果你能够常常观察 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这个庄严下 OK好 然后这个 第一这个妙色呢 就是 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 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佛们常常讲妙 就是不可 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叫做不可思议的世界 不可思不可想 也不可以讲的 讲不出来的 太妙了 那这个叫做妙色 这是它的颜色 其实呢 它这个是什么颜色 它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那里呢 就是全部都是金光闪闪的 全部都是金光 不同颜色的金光闪闪 OK所以我们说黄金为帝 黄金为帝 它都是非常亮的 来给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一句呢 它的经文 它的祭颂 它的每一个都有一个祭颂 那这一个祭颂呢 在这里 无垢光艳世 明镜要世间 OK好 这个就是 七方极乐世界 它那里是无垢的光 就是无垢就是没有烦恼 没有贪生吃 就是无垢 当你的心没有烦恼的时候 你就会发光了 你就跟七方极乐世界 光就很相似 所以无垢的光 燕赤就是 像那个火一样 很亮很亮 赤胜像太阳一样 像火一样 这么亮的光 非常的亮 那里是完全不会有黑暗 像我们现在阴阴天 就很想睡觉 不是那里 完全不会这样子 阴阴天 让我们好像很困这样子 它就是无垢光艳赤 就是很亮的 像火一样 明镜要世间 照耀着整个整个的世界宇宙 你整个宇宙都是发亮的 那这个亮光呢 就是无比的智慧 也是佛菩萨呢 我们一念佛怎么样 我们就放光 那这个光呢 这也是佛菩萨加持在我们身上 你所有的业障 就会消除 你的病痛 你的烦恼 你的痛苦 全部都会一消而散 那这个是佛号的力量 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力量 OK好 然后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气世界是怎么来的 大家要知道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世界 OK 我们说我们的一爆是怎么来的 OK 我们这个一爆啊 不管是一爆还是正爆啊 它都是我们的什么造成的 嗯 我们的心 也是我们的业力 OK 我们的业力 OK 业力 就是你的善恶善有善暴 恶有恶暴 创造了你的气势间 所以你为什么会有一个房子住 或是你为什么会住在美国 或是你会住在加拿大 或是住在美国 台湾 都是有姻缘的 OK 这是因为什么 你的善恶的业力 让你住在哪里 OK 你为什么会到西方 也是因为你有西方的姻缘 所以你才能够去西方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业力造成了这个世界的样子 所以这一个这个净土法门呢 是要我们不断的观察一爆正爆的庄园 让我们怎么样 改变我们的业力 OK 让我们能够造清净的生与异业 OK 改变我们的世界 跟西方极乐世界是相应的 OK 所以要改变我们 让我们的身口意都是清净的 这样子你才能够跟西方极乐世界 能够感应道交 OK好 然后呢 谭团大师呢 把我们 他就在文里头啊 把这个妙色啊 他有讲是跟理 OK 分成是跟理 我们佛门呢 通常解释东西的时候 都会讲他的事情 跟他背后的道理 事情就是表面上看到的东西 叫做事情 OK 但是他背后都有不一样的道理 OK 他有背后的原则在哪里 那我们先看这个是 然后再看这个理 OK 奥弥陀佛他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说我的世界要亮亮的 全部都是闪闪发光 又非常的亮 他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OK 因为他看到我们这个世界啊 国土啊 每一个国土 他都是怎么样 他有的 他有的 有的国土呢 如果你在飞机上看下来啊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国土啊 都有优跟烈 有的国家呢 他是很像美国 他就是很好的 他就是很富裕的国家 他那个土地是很漂亮的 OK 那要是很穷的国家 或是你到那种很穷的地方 他那个国土真的是质量就很差 很烈 那这个就活得很痛苦 所以他看到我们这个世界 有优有烈 有优有烈以后 我们就会产生分别心 有分别心就会怎么样 就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 有分别心呢 就会有很多是非 OK 有很多是非呢 我们的 我们又会不断的呢 造轮回业 我们就会不断的 在三界里头轮回 因为我们 因为国土好坏的关系 大家写了很多是是非非的心 然后很多这个这个这个 或者是 或是贪心 或是撑心 或是起了很多心 那我们又轮回 我们又轮回在三游 三游就是 就是欲界 色界 五色界 我们又继续的轮回在这个 这个三界 就出不去 所以阿弥陀佛看到我们这么苦 所以他说 我要发愿 创造一个世界 他是没有 没有这些高高低低 好好坏坏的 每一个 我的国土 就是第一的 第一的庄严 无比的庄严 没得比的啦 所以你就不会有是非的心 你到我这里来 你就会 身心清静 你身心清静 所以呢 那这个台南大师呢 就讲了十二重的 比较 比较呢 光 这个 金光 金光 所以 金光 你不要看金光 金光的学问是很大 它有分十二种 十二种金光 那我们不会仔细讲 不过我们知道就好了 所以 所以 台南大师就是在讲说 如果啊 我们做比较 比较 一个 我们的光啊 一个光啊 通常一个光啊 会夺 一个 一个光比较强的话 它会夺 硬 夺硬另外一个光 譬如说 如果啊 你在太阳底下 你看一个灯 你看得到那个灯光吗 看不到 因为太阳光已经夺了 这个灯的光 那个灯光太小了 所以 有每一种光 都会夺另外一种光的 因为它不够亮 或是它的颜色 没有这么强 那所以 每一个光 它都是不一样的 分很多阶级的 那如果说 我们用一个镜子 OK 你一个镜子的光啊 比较亮 还是 金比较亮 黄金啊 黄金 你要是把黄金 跟镜子摆在一起 哪一个亮 黄金亮 黄金比较亮 它一定会夺 它一定会夺 因为 以前的镜子 也是铜的哦 也是暗暗的 所以这个是 你要是把那个铜镜子 摆在黄金旁边 一定是黄金 会夺了那个镜子的光 那个镜子 你会看不太到 这个镜子 这个在照什么 OK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金呢 我们现在这个金 摆在佛式的金 你知道佛陀在世的金 跟我们现在的金 是不一样的金 因为佛是有福报的人 OK 所以他那时候的金 我们现在是看不见了 你是现在九九九 你再怎么存的金 都没有佛 那时候的金 来的金 它是无比的亮 因为佛是有福报的 那佛 佛式的金呢 又不如呢 严福纳金 严福纳金呢 也叫做严福坛金 那严福坛金就是一种 像金沙一样很亮的金 那这一个金又更好了 那在那个转仑圣王的时候呢 转仑圣王是统领 东西南北四大洲的人 叫转仑圣王 那这个转仑圣王 他那个大海里头的金沙的金 又比严福纳金来的亮 来的金 然后呢 这个转仑圣王的金呢 又不如金山的金 金山是须弥山旁边 绕的四大洲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有七重山 就是这个叫金山 那金山呢 那里也有金子 可是那里的金子呢 又不如 怎么 又不如须弥山的金子 须弥山的金沙又更亮了 更漂亮 颜色又更美 又更亮 那这个须弥山的金呢 又不如 三十三成天的金 就是天上的金 天上的金又更亮了 还真是三十三成天 然后 三十三成天 又不如 夜魔天 夜魔天的金 然后不如 夜魔天又不如都帅天 都帅天又不如 画自在天 画自在天 又不如 他画自在天 这个就是六玉天 最高的六玉天是什么天 踏画自在天 踏画自在天 是六玉天最高的 所以 那这个六玉天上面的金子呢 又不如西方极乐世界的金 最后只是给你比 这些金 你看这么金 比起来 不可能比西方极乐的金 来的漂亮 来的庄严 来的亮 所以你就知道你会到一个多美妙的国家 想到这个我们就很想要赶快去 赶快去 感觉那种金光闪闪的世界 多么的美妙 所以 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那也是因为 这就是我们佛性所显现出来的样子 就是这么的亮 这么的漂亮 这么的光明 那后来呢 那我们再来看这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 它的到背后的道理 它是怎么来的 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OK 那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呢 就是分为三个原因 这里一个 两个 三个 OK 那一个是 我们 跟我们有关系 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有关系 然后跟佛的因地跟果地有关系 佛的因地跟果地 OK 你可知道一个 我们 我们在这里 信愿持明 念佛 OK 你就是叫做一个 绝构的 你就是 一个众生在造绝构业 OK 什么叫绝构业 绝构业就是 绝就是绝断 OK 你在断烦恼 叫做绝断 绝构 就是污垢 就是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贪生痴叫做购 OK 一个在这边 信愿持明的众生 你在念 阿弥陀佛 你就是在决断你的烦恼 OK 那你就是在造这个 绝构的业 你 所以 你现在在这边念佛 在这边修行啊 西方极乐世界 多漂亮啊 跟你有关系 是你 是你帮忙的 是你帮忙 是我们大家 一起在帮忙 OK 所以 我们现在在这边念佛 每天在加油 在念佛 西方就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漂亮 跟我们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 很proud of我们自己 OK 我们在帮忙世界 西方越来越漂亮 OK 我们以后就是要去享用 然后呢 那这也是 欧弥陀佛 欧弥陀佛呢 这个是阴地 他在阴地呢 他是一个无声忍的菩萨 他的敬业所起的一个世界 OK 这个亮 这个金光 来自于 欧弥陀佛 当他是一个 还没成佛以前 叫做法藏比丘 或者是法藏菩萨 OK 他正得了无声法忍 就是成为八地菩萨 那时候啊 他就是一个 已经能够 断无名正法生的大菩萨 OK 他那时候发四十八大愿 然后让我们能够有个地方可以去 可以创造了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 欧弥陀佛 是要感谢欧弥陀佛 他的愿力 所感召来的世界 再来呢 是欧弥陀佛 他的果地 欧弥陀如来 法王之所领 OK 什么是法王 法王 法王就是以法自在这个法王 就是因为法的关系 他是无碍的 没有障碍的 叫做法王 OK 叫做法王 那欧弥陀佛 欧弥陀佛 他所领的世界 什么叫做领 OK 领就是 领就是我们说 纳寿 纳寿 OK 纳寿 OK 西方极乐世界啊 是 欧弥陀佛 他自受用的一个国土 OK 欧弥陀佛 他自己所受用的一个国土 OK 欧弥陀佛 他自己受用的国土 当然是世界上无比的 所以 欧弥陀佛 他也叫做什么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就是 最亮的佛 然后所有的佛里头 第一名的 第一名的 他是 光明第一的 OK 他这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OK 因为他的 他的花的愿 就是这么样子 他的因地跟果地 都是 都是要这个 无比的亮光 无比的亮光 然后呢 我们净土宗呢 第六代主师 是谁 有名言寿大师 有名言寿大师 那他说呢 他说呢 我们的宝 光明 这个金光是因为有宝 那这个宝 一切宝中 心宝为上 所以我们今天 学一句心的话 叫做 一切宝中 心宝为上 你可知道 你有这个东西 心宝 就是你的 佛性 你的佛性 你的佛提心 你的佛性 OK 那这个 有名言是叫他 心宝 我们其实心中都有宝藏 其实你本来就会放光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光 只是我们有的人很暗 有的人显出来了 只是每一个有天眼的人 或是鬼 他们都看得到我们的光 其实鬼 他都 他都很了解我们的 因为他一看就知道你什么光了 OK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学佛的目的 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光给开显出来 开显我们这个心宝 我们也会 我们就能够放光 那我们知道 马纪晓兰 他是 他就是清朝的一个大文学家 OK 那他呢 他有一本书 就是草堂笔记 草堂笔记呢 他是一个专门写英国故事的一个小说 一个书 他里头就有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老学旧 老学旧就是一个读书 读一辈子的人 可是没有开悟啊 叫做老学旧 没有很大 不太通的人 叫他老学旧 读的不太好了 不过读了一辈子 读了一辈子 他也教书什么的 然后他有一天半夜在走路 半夜在走路的时候呢 就看到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很久以前他认识往生的人 他说 诶 我看到鬼了 看到鬼 看到鬼以后呢 他 他也不怕 因为他 我没做什么坏事 就不怕 结果他就问他说 诶 你怎么在这里 然后他就问那个鬼啊 然后那个鬼就说 我现在是做鬼差的 我是做鬼差 我是在鬼服当差的 那我现在要来抓人 抓人 那你就跟我一起走吧 我们就 我们在走路 他们就一起走路 他在黑夜里走路 走走走 结果他说 诶 我要找的房子到了 那他就指着这个 一个小草屋 那这个小草屋呢 他就是 他就说 他就看一看 他说 这里头呢 住的是一个读书人 读书人 那他就问说 你怎么知道是读书人 他说啊 其实我们鬼都看得见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光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光 那读书人呢 那白天的时候呢 我们的光 因为我们白天事情很多 大家都很烦很吵 所以那个光呢 不太显出来 很暗很暗 根本看不到 但是晚上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且呢 睡觉的时候呢 你读的书啊 你平时在读什么书啊 那每一个字啊 都 都 那个字的光 都是从胸上面跑出来 都会从胸口跑出来 然后呢 他就说 他就说 因为每一个人 读的书不一样 如果他是读 文艺小说啊 什么那些 就没有什么光 但是要是他读四书五经的光呢 那就会比较亮 有的时候 可以冲七八尺 七八尺 有的呢 冲得很高 好的 好几丈 然后有的会怎么样 有的会冲上天 有的那光会冲上天 OK 然后他说呢 我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光 可是他说 这个小草屋的人呢 他的光呢 只有差不多七八尺 一点点 OK 所以呢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 普通的读书人 然后 这个老学舅就问 就问这个鬼啊 说 那我的光呢 我的光是什么样子 他就问他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鬼就说啊 你的光啊 我不好意思说 但是 你的光呢 你 我看到你读的书 他都把他说 他读的书都讲出来 你有什么什么书 什么书 都讲出来 但是 他说呢 你的光呢 全部是一片的黑漆 一片黑蒙蒙的漆 黑色的 OK 然后呢 他就 然后这个老学舅呢 啊 就很生气 啊 这个鬼呢 就哈哈大笑 啊 就跑掉了 OK 所以 他这个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什么 你的 善恶的业力啊 其实 都写在你身上的 很清楚的 鬼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要做善 行善 纯净 纯善 你那个光呢 才会很漂亮 还会很漂亮 OK好 那所以我们要开显我们自己的心中的光 那你念佛的时候会怎么样 念佛的时候最亮 你要知道你念 你念佛的时候 你是闪闪发光的 那个光有时候会冲到很远 地球以外都可以感觉到你的光 这是我们肉眼不知道 所以念佛的时候是最亮的 OK好 那这个就是妙色的意思 OK好 那再来我们看呢 第七个庄严 叫做触庄严 OK 触庄严就是 当你在摸到这些西方级的宝物的时候 你的身体是什么感觉 你身体是什么感觉 所以你身体会什么感觉 OK我刚刚讲过是会柔软的 柔软的 所以摸得怎么样很舒服 像你踩在地毯上就怎么样 很舒服很软的 那这个所以他这个这里 这个祭颂呢 有两有二十个字了 保性功德草 柔软左右旋 处者生胜乐 过家瞻临陀 过家瞻临陀 OK 这是什么意思 OK 保性功德草 这一些宝物啊 它的本性都是来自于 我们的佛性 然后这个保性 功德草 就是说 它呢 很像草 一样的 柔软 所以叫做功德草 OK 就是说那里的宝物呢 摸起来都是软的 虽然它可以盖房子 它可以做树 但是你摸上去 它就是很舒服的 很柔软的 然后呢 柔软左右旋 就是很软的 左右会摇摆的 像那个草风在吹那个草啊 它就是很柔软 很舒服的 OK 然后呢 处者生胜乐 就是摸到的人会产生怎么样 很无比的快乐 这个快乐 我们也就会 等一下会讲 这个快乐叫做 法喜充满 看这是很法喜 OK 好像你听到法很懂的 以后心开意解的快乐 叫做处者生胜乐 过家瞻灵陀 OK 家瞻灵陀呢 是一种草的名字 叫做家瞻 非常非常柔软 非常细的一种草 叫做家瞻灵陀 但是摸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东西 比家瞻灵陀这个草 还要柔软 还要柔软 还要快乐 OK好 那 奥弥陀佛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愿 就是说我的宝物是柔软的 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OK 因为呢 他看到我们这里的宝物啊 有一点障碍 就是说 我们的宝物都是怎么样 都是硬邦邦的 没有什么作用 你只能看 他没有做东西出来的 西方写者是 每一个东西都是宝物做的 所以他是很有用的宝物 OK好 那所以 因为 因为 阿弥陀佛看到 娑婆世界的宝物呢 他是 宝物 我们这里的宝物 可不可以做衣服 不可以 对 西方写者是可以做衣服的 它是柔软的嘛 可以做衣服 那样宝物哦 穿在身上 我还在那里面上 然后呢 我们这里的宝物 无异于夫具 就是说 我们这里的宝物呢 也不可以做工具啊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很少会用一个宝物做一个工具啊 什么给你用 所以 他是怎么样 他是 对你的眼睛 好像很 你看得很舒服 但是不便于你的什么 深 就是说 你的眼跟 你的身体跟你的眼呢 是不太高兴的 是矛盾 互相矛盾的 OK 就是互相矛盾的 就是说 你的 你的眼睛看得很高兴 但是你身体摸的怎么样 不高兴 因为是很硬的 是身体摸的是很硬的 所以呢 佛就发愿 佛就发愿 通常我们是看说佛 然后佛就发愿 然后我们就看净土 那佛就发愿 我愿我的世界呢 没有这样子 这样子 眼熟 身跟眼睛矛盾这个问题啦 所以叫做 六情合于水乳 去处月之劳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呢 不希望呢 我这个世界呢 会让你六情 有矛盾的 六情就是什么 六情就是什么 六情就是六根啦 六根 六根 不会 就会像 就会很合合 像水跟乳合在一起 就是怎么样 很合嘛 没有什么障碍的 然后所以呢 我这里呢 不会有任何的障碍 六根所接触 眼睛看得很喜欢 身体摸的也很柔软 OK 所以六根所摸的 所接触的 都会让你很快乐 叫做 所以叫做 去处月之劳 什么叫处月之劳 以前呢 就是 有楚国嘛 跟越国 啊他们两个国家怎么样 不合嘛 对不对 所以那别的国家 你要是投靠 楚国的话 越国就会生气 OK 你要是投靠 越国的话 楚国就会生气 所以你都是很矛盾 不知道你要靠哪一边才好 所以他说 你就可以能够 去掉 要处月之劳 就是说 你的六根啊 再也不会很矛盾 所以六根是哪六根 都在百合达 一舍心的体系 其舍 疑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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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够舌 疑舌 这个世界的六成呢 它都是会让你很快乐的 它叫做六成都在做什么 说法 所以它的六成不会让我们起贪生吃的 不会让我们起烦恼的 都会让你起菩提心的 都会让你成就你的道业的 所以它六成都在说法 譬如说我们眼睛 我们眼睛看到那个鸟啊 很漂亮啊 它是不是在说法 我们说什么什么 那个鸟什么 鹦鹜啊 孔雀啊 都在说法 都在说法 然后呢我们耳朵听到 它是不是有很多天月吗 很多天月明空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鼻子所闻到的 闻到什么 我们闻到很多花香啊 花香 我们舌头 我们饭食精型 饭食精 吃东西 它也是会让你开悟的 吃东西是开悟用的 禅月为食 然后呢你身体呢 触到这些 触到这些 这些保物啊 你都会起菩提心 你都会 你都会有法喜 法喜充满 然后呢你的 一成就是法啦 所有 所有你心里头会想的东西 都适合赋予佛法的 所以叫做六成说法的一个世界 所以你再也不会有这样子 眼睛跟手有矛盾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说最后呢就是说 这里是圣圣乐 就是最快 生最快乐的 最快乐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只是摸到这个佳瞻灵陀啊 你的快乐叫做生染灼乐 如果你摸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软软的宝啊 叫做生乏喜乐 OK 这两个乐是怎么样 是不一样的 所以 所以 为什么一定要去西方 因为我们这里叫做污染的五着二世 就是让我们会一直堕落 一直在山二道 一直去轮回 这种的快乐是不可取的啊 这种再怎么快乐 都是有过失有染污的快乐 像我们这里大家有钻石 大家就会怎么样 抢啊抢啊抢 你看有那个钻石的国家 是不是每天打架 大家都死掉 只要哪里找到钻石 一定哪里死人 OK 可是在西方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到处都是钻石 OK 到处你摸到那个钻石 你也不会生一个贪心 你根本不会生一个贪着的心 所以 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OK 然后呢 然后我们这里呢 我们在西方你摸到这个宝 你会生伐喜充满 因为你这个六成都是在帮助你 OK 那我们帮助 我们什么叫伐喜 当你 当你非常 听得非常懂的时候 你就伐喜充满 我们说怎么样 我们说心开意解 就是都完全就懂了 OK 当一个人心开意解的时候 他就会很开心 OK 很开心 那我们说这个就叫做伐喜 伐喜充满 心开 是你心 全部你的忧愁烦恼 全部就解了 解开了 OK 那这个就是佛 佛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境界的样子 OK好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讲 这两个气势间的庄严 那我们最后呢 再讲一个 我们一定要从西方极乐 观察西方极乐世界 OK 因为这个观察 观察门它是用关的 OK 观察的秘诀在哪里 观察的秘诀啊 在你必须要想上它是 它是什么 它是真的 OK 真的一个世界 有什么有的人观得到 有的人观不到 OK 它很相信的人 它真的很信的 自信信要的人 它就是能够看得到 那不管你看不看得到 你都要每天想着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叫做什么 我们可以说 你每天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OK 一佛念佛 OK 那我们在观经里也讲啊 我们心想佛时 心极是三十二相八十总好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你常常想佛 常常意念佛 常常想着西方极乐世界的妙色 常常想它的触功德 你这样子 其实是世界上最善的事情 你知道吗 而且它这样观察会怎么样 你常常这样子观察 在观察的当下 你都在 你都在怎么样 你都在灭罪 灭罪 灭罪 我们说灭八十一劫生死中罪 你可知道 当你这样子 你这样想想而已 你就是想一想 保性功德草 则柔软左右宣 处者生生乐 各家沾灵陀 你只要这样想一想 你都除罪 除罪 没有什么比除罪更快的 就是想意念佛的世界 所以这个是最 其实是最容易的功德 大家要会利用 会观察西方极乐世界 那最后再讲一个 最后一个故事 我们的莲池大师啊 莲池大师是第九代主师 第九代主师 他就是 他有一本书 叫做 随山随笔 就是竹窗随笔 竹窗随笔 他这个书就讲了很多的故事 他说呢 有一个什么哪里 一个地方啊 有一个老太太 那这个老太太呢 他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呢 他又常常跑回 他的鬼魂啊 常常跑回来 附在他一个 他的家人的身上 然后呢 他就会讲很多事情 讲很多的故事 讲很多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老太太的鬼魂啊 他就常常跑回来 附在他家人的身上 结果整个村庄的人呢 大家都来听 整个村庄的人都来听 这个鬼讲 这个人讲话 然后呢 结果后来呢 在这个 在这个 很多 很多人在看的时候 这个村庄很多人在看 有一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里头没有写 只是我们说牟甲好了 这个牟甲啊 他在看这个 这个老婆婆讲话的时候啊 他就提起了正念 他提起了正念啊 他就开始默念佛号 心里头 默念佛号 结果那个村庄很多人嘛 对不对 结果那个老婆婆啊 他都讲话了 他就看到那个人 他就说 他就说 你继续这样子念佛啊 你必定可以成佛 然后他说 他说 你怎么知道我在念佛 他说 你一念佛 我就看到你的光啦 你的光很亮 你的光很亮 他说你继续这样子念 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一定可以成佛 所以你就要知道 其实有鬼神通的人 都看得到一个人的光 念佛真的是世界上最亮的 所以我们说 一句佛号 他真的是万德庄严 他真的是 能够开显我们的心性 所以最后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脱笔名号 嫌我自信 或者我们脱笔一正 嫌我自信 要常常把我们心中这个光明呢 把它常常的开显出来 OK好那今天到这 谢谢大家